我们都知道 除了电纹牌 补纹灯 也可以使用各种防蚊产品 来预防蚊穷冰咬 防蚊产品虽然方便 使用上还是有许多美感 如果用不好 可能还会浪费钱哦 今天就跟着一案药师 一起来认识各种的防蚊成分 摆脱夏日红豆冰的日常吧 正确用药保平安 常备药品求新安 大家好我是小小药师陈夷安 今天我们就针对四种 我们比较常见的防蚊成分来做介绍 第一项我们来介绍的成分是 带乙土 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名字是 笛笔 算是一个相当常用的防蚊成分 除了我们今天介绍到的蚊子之外呢 其实它还可以预防一些户外的小虫 像是跳蚤啊扁尸等等的 所以如果你是户外活动的话 其实这个成分就蛮适合的 那因为它本身其实有个特殊的气味 那为了让大家接受度比较高 所以厂商可能会添加一些 较味剂或是香料 那但是如果你是对味道比较敏感的人 或者是你会对香精过敏的人 可能在选择上面就要稍微考虑一下 那市售的产品呢 其实有分不同的浓度 它们防蚊的效果是一样的 越高浓度的话呢 它其实是防蚊的时间会更长 就是它续航力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如果是小朋友要用 像是两个月以上的小朋友 我们会建议从低浓度的去做选择 比较不会有皮肤敏感的问题 迪碧呢它在台湾的话 它其实有分成人用的跟环境用的 那它的合格单位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上面的标示 第二个我们介绍的成分是派卡瑞丁 其实也算是一个常见的成分 它的质地呢相较于迪碧来讲 是比较清爽的 刺激性也比较低 缺点就是它的价格 会稍微高一点点 浓度呢一样有分成不同的浓度 它们防蚊的时效是不一样的 建议是用在两岁以上的小朋友 那呢它在台湾是被合格为 可用于人体皮肤的环境用药 一样在选购的时候 要记得认名有合格的标章 第三个产品呢叫做 伊莫克或者是厂商会标示是 IR3535 它比较新 所以可能在台湾的产品选择是比较少的 它算是一个也相当安全 然后环境友善的一个成分 如果在20%的浓度呢 是可以达到8小时以上的保护力 建议用在两岁以上的儿童 那它如果在浓度太低的时候 比如说小于10% 可能它的防蚊效果会没有那么好 在使用的时候呢 要避免直接喷洒在椰木上面 因为它可能会造成一些 人造纤维的破坏 第四个产品呢叫做 B-Andy 或者是我们说它叫做 D-MD 相较于其他的成分来说 它的天然成分可能是比较多的 它是从柠檬胺树的精油萃取出来的 天然的柠檬胺纯 那在美国CDC证实它是有效可以防蚊的 在台湾的产品选择比较少 那它的浓度呢 在10%的时候呢 大约是两小时的保护力 所以如果你在外面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它算是一个比较需要平凡去补擦的产品 那适用的年龄呢是三岁以上 在台湾呢 它算是归类在一般的品项 不算是药品 购买的时候一样是要建议大家 选择有政府认证的产品 比较要留意的是 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破核醇的衍生物 所以如果是残痘症的患者 是比较不适合使用的 外出的时候除了防蚊产品之外 相信大家也会擦防晒 使用的顺序呢 建议大家要先擦防晒产品 间隔5到10分钟之后 再擦你的防蚊产品 避免皮肤产生不适或是过敏的状况 那要特别留意的是 防蚊产品可能会造成防晒的效果下降 所以记得出门要补擦防晒哦 防蚊产品要避免使用在敏感的肌肤或是伤口 如果要用于脸部的话 建议是先喷洒在手上 进行涂抹 那要记得避开眼睛跟嘴巴的周围 如果是小朋友要使用的话呢 一样是喷在大人的手上 帮小朋友进行涂抹 抹的时候呢 要避开小朋友的双手 以免有务实的情形 如果说在使用之后有任何的不适呢 应该要立即将产品洗掉 可以用清水或者是肥皂水进行清洗 清洗之后呢 观察一下皮肤的状况 如果有不适就要尽速就医哦 蚊子其实会受到二氧化碳的吸引 比较喜欢深的颜色跟比较重的气味 所以外出的时候可以穿长袖长裤来遮蔽皮肤 避免穿深色的衣服 也可以随身携带小毛巾 降低体温 也降低流汗的味道 这样就可以避免蚊子的骚扰咯 每个人被蚊子叮的状况不同 有些人没有感觉 有些人却会痒到抓破皮 常见的方法可能会涂抹肥皂水 乳葵或是薄荷的相关产品 但这些其实都是透过良感来降低痒的感受 并没有实际的治疗效果 如果叮咬处的肿痛状况严重 甚至已经有疹子或是水泡发生 建议还是要尽速就医接受治疗哦 根据民航局的安检规范 膝带喷雾或是液体的产品 体积不能超过100毫升 并且需要预先装进1公升以下的透明夹链袋中 并且在安检时主动拿出来受检 如果觉得麻烦或是怕出错的话 也可以用拖运的方式带出国哦 夏天是灯隔热设行的季节 即使是像我这样的高手 也需要防蚊产品来避免蚊虫惊咬 相信认真看完这集的你 也能成为防蚊品的专家 蚊子看到你也要敬畏三分 不敢轻举妄动了 祝各位蜜粉们 在这个夏天都能避免蚊虫的困扰 红豆冰 我用吃的就好咯 来一个 个小卡耶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个喜欢 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